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浴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之後給個like 以及介紹多些你的朋友來看我們 今天我們收到一個由Antiquorum安帝古倫 拍賣行送過來的新聞稿 新聞稿裡面告訴我們 一隻Parte Philip Nautilus 編號5711-1A鋼板英武羅 是擁有Olive Green Dial的碗錶 是將會第一次出現 在拍賣場上 就會在7月21日 在Monaco的巴黎酒店裡拍賣 這款碗錶的Lock number 是152 它是一隻Current Model 它的定價是$25.0400 這次的股價 已經是挺高的 是歐元的$50,000-$15,000 折合港幣是$46,000-$138,000 我們做了一點研究 在二手市場上 也有現貨是叫港幣$280,000 而在電子平台上 有幾個叫價都是差不多 為什麼這款碗錶會這麼貴呢 比起定價是高出10倍 原來在去年 Parte Philip 公佈了 在2021年底 Nautilus 5711 鋼板 將會停產 之後會有新的入替型號 但是詳細的資料 我們還沒有 消息出現了之後 原本已經 炒賣得相當貴的 已經賣60萬港幣的 鋼板Nautilus 價錢飆升到 接近100萬 在今年3月份 Watches and Wonder Parte Philip 公佈了 今年將會有一個特別的型號 就是這款 擁有Olive Green 橄欖綠色 錶面的鋼板 5711 將會入替原本的 藍色面的碗錶 作為最後一年 5711 鋼板的收官之作 這碗錶一公佈了之後 市場上 就非常刺熱 那個氣氛 大家都是去爭商 去尋找這個 買這款碗錶的 渠道 在二手市場上 很快的價錢 就已經 超過了200萬 當時還沒有標 大家只是在這裡說 為什麼這款碗錶 可以這麼厲害呢 可能要講一點 它的歷史 這款碗錶 是由現在的 Parte Philip 總裁 Terry Stern 的爸爸 Philip Stern 在1976年 推出的 當時 這款碗錶的推出 是為了希望可以爭取到一些年輕人的市場 因為當時 Parte Philip 的形象 被人覺得是比較成熟的 這個 Nautilus 後來就越來越成功 所以今時今日就變成了一個 炒賣的對象 Terry Stern 的總裁 他對這件事 都挺關心的 因為他不想 Parte Philip 被一隻 鋼的運動錶 主導了 在他心目中 他認為 Parte Philip 的定位 應該是 最高端的 瑞士 工藝的碗錶 無論是一隻簡單的碗錶 或者是一隻 高複雜功能的碗錶 都好 就應該是擁有一個 貴金屬的錶殼 和一個打磨得很漂亮 機心的 他認為 這一種 這樣的 standard 才是 Parte Philip 應該有提供給顧客 以及他們的擁有 所以Terry 一直都很嚴格的控制 Parte Philip 的鋼錶的生產 每一年 他生產的鋼錶 不會超過他年產量的 25%到30% 而在這個25%到30%的鋼錶裏面 大部分都是撥了給 女裝的24的鋼錶 剩下來的 是很少的 去做Nautilus 和Aquanoc 這個就有少少惡性循環 而在一個這麼高的需求 情況下 供應量一直都維持著低水平 有些比較心急 和資源比較豐富的標迷 就選擇在這個二手市場買 將價錢越炒越高 去到今天這個地步 究竟這次 Oltif Green Dow的鋼錶裏面 能夠拍到多少錢 我們今天當然不知道 我有一位很資深的標界的朋友 曾經跟我說過一個很有趣的說話 他說 在拍賣場上 如果我們想要有一個 突破的成交價 我們其實是需要有兩個 crazy guy 即是要有兩個傻佬 在不停地爭 在那邊 才會 創造到一個高的價錢 但是在二手標譜 我其實只需要一個 crazy guy 有一個人 他能夠 接受和認同 我那個產品和售價 我就已經可以成交得到 這句話其實都 挺有智慧的 究竟 這次Antiquorum 這個Nautilus 不確定 Olive Green Dow 能夠拍到多少錢呢 我們在7月21號的時候 就拭目以待 好了 今個星期 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